请你再说一遍 你随意的我作为一个公民 我要成地底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你随意要拦住我 我违反了哪一条 你查我先问这 请你告诉我你的执法依据 如果说你 你不能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你的警号 我要投诉 现在你现在你遮住了 请你把你的警号亮出来 可以吗 可以的 我整个的过程 但是你不要 但是你不要碰我 明白吗 那我现在请你亮一下你的警号 你必须要 我说你不要碰我 好 请你告诉我你的警号 我用你 没警我可以 你虽然能碰我吗 那我现在 你是律师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的警号 我没问题 警号我完全可以告诉你 我整个过程都是 那请你告诉我就行了 好不好 请你告诉我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你是律师 你更应该对人民警察 请你告诉我你的警号 行我已经听懂了 明白吗 听懂了 那我请你到警务室 我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 所以你告诉我 你现在已经耽误了很久了 我不就耽误你 我已经告知你了 你的依据 我在执法 你的依据 是 你的依据 身份证法和人民警察法 都于明显的 身份证法第几条 什么情形 警察法第几条 什么情形 你可以查人的身份证 所以你告知我 你如果说 我们执法 如果说你这连依据 依据都不熟悉的话 你在这随便执法吗 不叫随便执法 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一直告诉你了 第几条 居民身份证法 什么情形 已经告诉你了 人民身份证法 已经跟他跟你说了 你是在维护 人民警察 你是在 经济法律的一个 警察同志 我再问你一遍 你随便查人身份证 你的依据 身份证法哪一条 警察法哪一条 我违反了哪一条 你的依据在哪里 好 现在请您告诉我一下 您的警号 我的警号0533我北京市公安局 公交总队 平息五站 配处所的 好吗 这我可以告诉你 没问题 好 咱们都是相互要配合 好 我是人民警察 我的执法 你也应该配合 你应该配合我执法 懂吗 你如果要是有依据 我一定配合 我作为公民 对吧 我也尊重你们警察的工作 但是 但是你如果没有依据 你随意的查一个公民的身份证 那么这种情况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我作为一个懂法的人 我觉得我需要 我需要在这个事情上 我反映一下我的看法 对不对 你可以上上级反应 你们这个地球站 执法不合你 你可以 你凭什么 我就现在就说你执法 你必须得有依据 对不对 依法行政 是不是 没错 您带着党推呢 对不对 我是人民警察 我是在执法 没错 所以我问你 我只告诉你 人民警察法和军民的身份 好 你告诉我第几条 告诉你了 第几条 好吧 第几条什么情形 我违反了什么情形 你可以查 你查我身份证 哪一条什么情形 你能告诉我吗 你看看第九条是什么 哪个第九条 你不是 你不是什么 你打开 可以看看 我记得人民身份证法 大概是在二十条 二十三条左右 不对 里头关于这个情形 你是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查 你是这样的 这是清楚的 你这个情形 这是清楚的 你说的没错 对吧 你的那个表述非常阻弱 对 你说地铁站没有 没有列在其中吧 它现在没 地铁站是不是在国共场所 你不能擅自扩大解释吧 不是 你擅自扩大解释 可以吗 谁给你的权利 你擅自扩大解释 你感觉说 这个公共场所 不能不能 这个问题继续 身份进行合入 你可以下上去 决长同志 您现在耽误我太多时间了 我现在要求离开 可不可以 可以离开 我可以离开了吗 没问题 那我现在走了 但是你要 是你的身份证 不 我没有这个义务 我如果说 我要是违法了 身份证 我如果要是违法了 嗯 你查我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一见懂法 你应该跟应该配合 人民警察的工作 懂吗 我懂 所以我才觉得 你们这种执法行为 是不对的 你可以向上去反应 我可以说了 我们不对 我也是上去要求我 好 你现在请你把那个法条 给我找出来 如果说你要是有法条 你有详细的依据 那我配合您 好 可以 我现在就请您在这 我不去 我不去 现在您 现在请您明确的告知 我 您把我拦在这了 请告知我 人民警察法行有 请告知我 具体哪一条 居民身份证法也有 请告知我 具体哪一条 好吧 请告知我 你看看具体条 是什么内容 请您告知 现在您是执法者 请您出事 知道吧 请您出事 出事什么 逼去 我把人民警察法 给你扳过来 我把居民身份证给你 你手里有手机 来走吧 你手里有手机 警察法行有 走 我不去 您现在 您作为执法者 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可以对您的警察法行 这是我 我作为公民 我没有违法犯罪 您凭什么 要宣布人身自由 现在您是不是宣布人身自由了 我就是让你配合执法 我怎么不配合您了 我现在在配合 我请您出事执法医去 这个难道不配合您吗 我告诉你 现在你告诉我具体哪一条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 第几条 您告诉我 第几条 你很清楚 第几条什么情形 请您告诉我 第几条什么情形 在公共场所 第几条 你把具体的内容告诉我 第九条 你看吧 你查你拿出来 走 你拿现在拿出来 九十有啊 我不可能带在身上呀 警察法是吗 第九条是吗 我现在我可以用手机查 是警察法第九条对吗 对 准备去哪儿啊 路过 不是 这次来北京准备去哪儿 怎么回来 国家新闻局 国家新闻局 对 他们还有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啊 住哪儿啊 是住北京吗 是住北京吗 今天上这边干嘛来了 就走走吧 准备去哪儿啊 你走 从那边过来上了厕所 然后这边去坐车 就你们就把我们拿下来了 坐车 坐多少路车啊 一路吧 有一个什么 他们指的说是有一个专一路吗 什么 到哪儿 嗯 到那个叫什么 什么站呢 要那个站台上再去看一下 你坐一路车 你到哪边下车 都告诉我呀 嗯 怎么嘛 这个有关系吗 没事 我就核实一下 你们的训练 你核实吗 反正又没有违法犯罪 是吗 以前反应过问题是吧 嗯 嗯 这个国家的方向外 解决过吗 解决了吗 没有是吧 现在核饭了 嗯 我们下来 快点喝了 我们下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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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喊什么土地啊 还是什么问题啊 故意跟谁说看 带材料了吗 我们看一眼吧 没有 没带材料 那就直接去那登地是不是 身上没有这些东西 身上没有这些东西 那怎么现在来了 上个月来的 上个月来的 一直在北京住着 那是事情 很多事情 什么事情 用给你们联系联系吗 啥 联系联系你们 当地的人 我们就 你查了之后我们就走了 就行了呀 我查一下 您电话我说了 136 11 2978 136 136 2978 2978 三个五个八 五个五个八 请通行 请通行 510 224 1963 510 1963 1267 510 510 112 1987 1030 112 来请 2013 你们住哪儿啊 有那宾馆那个坎吗 到处住 哪儿住得起宾馆 真住不起 多大介绍啊 走到哪儿 先到哪儿 你看你这姑娘 真的 你是8、7年的 咱有句实话行不行 我问你住哪 你说走到哪住哪 你又不是盖帮的 我们有时候在医院歇 有时候那个哪 24小时的那种营业的 我们又在那里边坐着 这是不是走到哪歇到哪 是实话 反正没地儿 没有固定的地儿 上哪儿去 上车多冷啊 太冷啊 上车多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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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站着 喂 喂 你好 你好 是蒋先生是吧 对 你好 你好 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 你好 你好 您这个报应10 说你表面核燕是吧 他辞去联系了现在 我不知道他的人身安全 我这个派出所现在告诉您 这个核燕 核定一位女士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 在这个北池大街 准备到中央政法委上门 然后在民警 路边民警 就是路口民警 查查身份时 就是他随身也有信保材料 非常安的 我们带来到这个家庭 黑客人 给你带来给你带来